很清爽 其實很適合我們健康養生 就是這樣吃就好了 這加工順 清甜的滋味 是由雲林館長在今晚最大的哭樂 也看到雲林農業收到未來推動的方向 現場好吃嗎? 好溫暖 好甜蜜 好幸福 也希望李李氏主席他這樣的一個精神 能夠帶動更多的年輕人 來投入農業的生產以及加工這一塊 這大型的農產品剛剛就是外觀市 這出來的少年農民李星辰 因為坤町雲林館推動農業的進市 為逃亡來到雲林館所實力 李星辰表示 他們的生品在外銷市場上已經有不錯的消息了 相信來到雲林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心情 我是覺得真的雲林是個好地方 因為我本身是這個討厭人 因為我們想要發展農業 其實一直早就想要下來雲林 因為雲林畢竟是農業首都 那在農業的重視度方面就是很重視 我們下來我們也深深感受到這個 這個地方政府重視農業的這個程度 我們覺得我們會在這邊 會有很希望的發展下去這樣子 看到這幾年推動的成果受到五十多的困難 李星辱表示 今年今年冬的農業少數甚至是全國第一 所以本年真的是一個農業首都 雲林縣這幾年來的農業首都的建設 我們在103年農業的產值已經達到720幾億 已經穩坐了台灣農業大縣的地位 當然農業大縣我們必須要再充實它更具體的一個內容 所以不管是量的增加 不管是值的提升 尤其是鼓勵 我們的農業從一級的生產到二級加工到三級的這個 跟旅遊其他相關產業的一個結合 都是未來我們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今天到此地來我特別表示敬佩 也同時地表示我們雲林縣政府絕對為農民做最有利的後盾 看到將孫子加工後還可以保留很青年的主美 李星辰也將要開發更多的產品 希望幫助農民在強過一級的時候 可以做新加工品增加一個消息通路 創造更多的收益 其中真心藏寶寶